欢迎收看老报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敲火好心求人后 烦躁恶果的故事 红河谷 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落里 正在举行一项残忍的祭祀 雪儿和另一个女孩被捆绑 结石 即将被溶进黄河中 作为祭品献给河神 抵抗旱灾 随后祭祀开始 就在雪儿即将被溶进黄河时 雪儿的哥哥 几时带人赶荡 抢走了雪儿 不过随后 他们便遭到了 吞没中人的追赶 走投无路之际 雪儿和哥哥 跳进了一条河中 之后叫幸活下来的雪儿 被葬住青年 葛桑发现 并带回了家 经过葛桑 无微不至的照顾 雪儿最终清醒 身体康复的雪儿 便天天和葛桑在一起 时日已成 两人互相爱意 这天他们外出时 发现了两个因为雪崩而被困 即将死去的外国人 洛克和琼斯 几日后 琼斯的伤势还没好 洛克却已伤势痊愈 于是便提前离开秀里 为英国报信 连走时 洛克送给葛桑一个大火机 作为感谢和纪念 而琼斯 则因为身体还没好 暂时留了下来 之后琼斯 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平静 安详的生活 他用照相机 拍了很多照片 以作留念 之后更是认识了 藏族投人的女儿 并且对其心生爱慕 生好以后 琼斯便离开了 另一边 雪儿的哥哥 竟然来到了这里 并发现了 雪儿没死的事情 奥克的葛桑 热情款待了雪儿的哥哥 不过二人在吃饭时 雪儿的哥哥 却说出了 要带走雪儿的事情 这让葛桑大为恼火 但又无可奈何 值得狠狠离去 不过第二天 雪儿因意外 不小心掉到了沼泽里 葛桑收到信息 急忙赶了过去 最后拼死地将雪儿救了出来 而之后雪儿 也明白了葛桑的心意 选择留了下来 可是美好的生活 总是短暂的 另一边 琼斯回到英国后 把照片都洗了出来 而英政府 也为这些照片 对西藏表现出了 极大的兴趣 最后 便派遣以洛克为首的 英国远征军 进攻西藏 不知道这市场 侵略的琼斯 兴冲冲地 周围战地戏者 跟随他一起 前往西藏 想要再遣一遣 可桑他们 之后 强行闯进西藏境内的英军 直接打死了西藏方面 派来询问情况的士兵 最后 藏军的总指挥 带领藏军 占领了有力地形 想要牵制住英军 但是洛克 却假借谈判的名义 将山上的藏军 全部偏了下来 又暗地里让手下 派人占有有力地形 接着 在劝强无果后 洛克直接 刺破脸皮 让山上的英军 对藏军开火 藏军的冷兵器 在户旁面前 不堪一击 最后大败 全军覆没 尽管他们只坚持了15分钟 但包括指挥官在内的1500人 无一人 后退一步 全部壮烈牺牲 而冲丝此时也意识到 只是英军的真面目 他想要劝说洛克 但是洛克却没有理会他 最后在藏族的头领 带领着剩下的藏军 和藏民 退守到寺苗中 洛克带人前来劝强 假人假意地说 自己等人是来帮助 西藏独立的 在遭到了头人的犀利反驳后 洛克恼羞传目地 对寺庙展开了攻击 很快藏军的子弹被打光了 前去取子弹的僧人 也死伤无数 最后关头 他们只得再次退守到城堡中 接着因为帝时的优势 英军就攻不下 洛克便把头人的女儿抓了过来 并且当场刺散了他的衣服 头人看到自己的女儿 受如此大辱 不顾一切地带着几个人 冲了过来 结果却被英军 提前叫好的机枪 扫中 头人女儿就这样 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枪杀 女儿绝望地唱起了 凄惨的山沟 他的座骑冲下了 打乱了英军的阵情 于是他趁机 捡起了一枚炮弹 卷择了和身边的英军 同归于尽 之后为了攻下城堡 洛克派穹斯带人前军 捞入到后方 然后一举拿下城堡 而不认识路德 穹斯便找了一个巷导 不料却被巷导 对已带进了一处 沼泽地 最终穹斯带领的手下 全部死掉 只有穹斯活了下来 而另一边 藏军在英军的炮火中 死伤无数 适而也被榴弹打收 随后藏军几乎全军覆没 便看着英军即将登上城堡 格桑提前把汽油桶打开 让燃油流了一地 接着便将雪儿搂在怀里 之后他看到了已经 带人走上城堡的洛克 回忆着之前救下二人的画面 格桑抛出了当初 洛克给自己的打火机 选择了和英军同归于尽 最后 活下来的穷斯一个人 拿着同仁女儿的照片 看着远处的圣山 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和沉思 小雪和格桑的内心 就像西藏的风景一样 纯净美丽 而被他们打救的洛克 却反而恩将走报 那种隐藏在 衣冠之下的丑陋内心 实在令人作偶 我们要保持善良 但是并不是对所有人善良 不要让我们的善良 变成别人伤害我们的机会 以上 这是本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 就关注我吧